大S修夫又反转,汪小菲到底犯了什么错呢? 最近的一个大瓜是汪小菲大S闹离婚。 徐家姐妹,大家一直觉得小S的婚姻风雨飘摇,屋里看花。 经常有网友问小S怎么还没有离婚呢? 前两天小S劝大家不要随便结婚,还上了一波热搜, 越发让人猜测她的婚姻状态。 万万没想到短短几天过去,承认离婚的竟然不是小S, 而是经常秀恩爱的大S与汪小菲。 台媒报道称大S亲口跟记者证实与汪小菲婚变, 称目前两个人正在办离婚手续,并且对汪小菲的言行不予置评。 这条新闻迅速占领热搜第一,达到了爆的程度。 很快,汪小菲发微博回应,实在是因为担心家人, 昨天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疫情期间确实情绪容易激动, 希望家人能健康平安。 这条微博下面被顶到第一位的留言是, 所以你是被单方面宣布离婚了? 大S的母亲回应的口径是, 我会劝西元的,西元和小菲都放心不下小孩, 我会要他们夫妻先忍一忍。 大S的经纪人廖伟奇说得更直接, 夫妻俩就是吵了一架, 哪对夫妻不吵架呢,没什么事。 夫妻吵架当然正常, 但直接吵到单方面宣布离婚, 上了热搜的大S也算是国内第一人了。 当天下午,大S汪小菲离婚的热搜被压下去了, 热搜的第一名变成了林心如硕士毕业。 大小S的闺蜜圈血雨腥风的那几年, 吴佩慈、范伟奇、阿雅、范小轩是主角。 很少有人知道林心如才是大S婚后的真闺蜜。 今年三月,大S与汪小菲结婚十年, 小范为宴请家人朋友, 林心如与霍建华夫妇双双出席是为数不多的圈内人。 所以林心如这是为朋友插刀? 但是没有用啊,不到两个小时, 流行花园制作人柴志平表示, 大S亲口告诉自己真的要离婚, 瞬间又排到了热搜第一。 昨天汪小菲又说话了, 爱所有的家人,我老婆是第一。 汪小菲是为数不多, 还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公众人物之一。 这样当然有利有弊, 历史真性情圈粉, 自己说完舒坦, 微博粉丝多, 给自家店打广告也方便, 弊端呢, 是难免惹是非。 这两天, 汪小菲的微博力气重, 站在她的角度, 是敢说敢当真汉子, 但是老婆在娘家, 难免要承受一些压力了。 有网友在这种力气中看到的是爱国, 其实, 汪小菲情绪的爆发点, 更像是疫情期间的夫妻分居生活。 回看汪小菲这一年半的微博, 基本上可以脑补一部被疫情改变婚姻的故事。 大S与汪小菲2011年结婚, 虽然王思聪嘲笑大S嫁给了假富豪, 汪小菲的母亲张兰, 与她的翘江南品牌也的确经历了大起大落。 但是汪小菲的事业重心始终放在内地, 大S则显然更习惯住在台湾。 两个人婚后把小家安在了台北, 疫情期间单趟三个多小时的空中距离, 主要是汪小菲两地飞。 偶尔大S在内地有工作, 比如拍摄《幸福三重奏》期间, 两个人也可以在内地住一段时间。 其实很多内地与台湾联姻的夫妻都面临这个问题。 易能静与秦浩结婚以后呢, 本来也打算让孩子回台湾上学, 秦浩做空中飞人。 后来疫情, 这两口子彻底断了这个念头, 易能静给米丽在上海找了学校。 霍建华在内地发展多年, 一度为了方便工作, 想在内地落户, 跟林心如结婚之后, 关掉了工作室回台湾, 事业一落千丈, 处于半失业的状态。 夫妻因为地域不同, 婚后产生矛盾与不变, 明星与普通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对明星夫妻来说更麻烦, 毕竟利益越大, 越难取舍。 汪小飞不需要朝九晚五, 大S的事业版图呢, 也有一部分放在内地。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 两人北京台北各自发展, 虽然跑得辛苦一点, 却不至于成为婚姻的障碍, 甚至是离婚的导火索。 虽然如今不流行素人同情明星, 但还原一下这两口子最近一年半的生活, 讲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 去年春节, 汪小飞回台湾, 回去的时候一切都好, 到了春节就开始担忧, 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过完春节, 回北京工作的计划被疫情打乱了, 汪小飞一直待在台湾做奶爸。 私相情窃, 在微博里也有表现, 周末的一个下午, 我带着两个小崽子在台湾的无人沙滩上玩耍, 抬头看见了一架海航的飞机。 汪小飞7月8号终于回到了北京, 落地住进了隔离酒店, 住进酒店的第一天, 开始想台北的家, 想孩子。 她是这么说的, 昨天, 飞机沿着海岸线一路飞行, 还看到了我经常带月儿去的海边。 7月20号, 汪小飞结束隔离, 虽然还是想家, 想孩子, 但决定要好好地搞事业, 甚至说了狠话。 好男儿志在四方, 因为我要和他过几十年, 不放下短暂的儿女情长, 何来天长地久。 如果不是疫情, 谁能想到北京到台湾短短三个多小时的航剧, 要给自己灌这么狠的鸡汤。 去年8月, 汪小飞发微博感叹自己的生活被疫情彻底改变。 以前想飞就飞, 今年先是六个多月没见到北京的爹妈, 如今又一个多月没见到台北的家人, 并且预想这一切可能会变成自己的常态, 真的挺累的。 到了九月, 汪小飞说, 想闺女会莫名其妙冒汗, 心悸, 瘦了五公斤。 他说, 我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五天的爸爸, 这次两个月了, 真想家呀。 他又说, 在台北想北京, 在北京想台北, 所有的巨蟹都这么纠结吗? 其实啊, 是所有的人类都这么纠结。 跟朋友出去玩, 看一眼指南针也会想到, 这片海东北边的尽头, 就是台湾了。 十月七号是大S的生日, 汪小飞仍在北京隔空送了祝福。 今年一月, 汪小飞终于回台湾过春节, 不过又开始隔离了。 阿姨带着女儿去隔离酒店的楼下看她, 两个人隔着几十层楼挥手, 看得见抱不着。 这一次隔离了二十一天, 汪小飞手滑打成二百一十天, 到今天也没有改, 可能就是觉得度日如年吧。 后来下面留言的大哥呢, 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家, 他说夫妻长期分居, 容易出事。 女儿接他, 老远奔进怀里, 汪小飞感叹, 让我坚定了要继续努力下去的信心。 回头看这条微博, 不知道继续努力下去指的是事业还是婚姻。 汪小飞确实挺纠结的, 途生途长的北京孩子离不开她的北京, 回台湾不到一个月又开始想念北京。 不过夫妻两人看上去感情还挺好, 今年三月, 大S与汪小飞结婚十周年, 汪小飞买钻戒重新向大S求婚, 表示再过十年, 希望还是愿意。 庆祝完结婚纪念日, 汪小飞回北京又开始隔离, 隔离酒店在厦门。 明星也是人, 只要是人, 婚姻都是一地鸡毛, 唯一的区别只是有没有十个保姆帮你扫鸡毛。 我们对于他人的悲喜总是过于迟钝, 如果不是到了闹离婚的地步, 虽然汪小飞经常在微博上碎碎念, 但作为看官, 也很难想到疫情对于这对明星夫妻的冲击 有多么痛苦和巨大, 他们私下里又如何把这个结越结越死。 只要设身处地地想想, 我们在他们的位置上, 估计也会赌气闹离婚。 一方面, 今天台湾本土又增加了511例确诊病例, 新增死亡38例。 大家从最开始认为, 这次疫情与上次的非典一样, 会很快过去, 成为记忆。 到如今, 谁也不敢说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过去, 这不断的变化和拉长的时间线, 对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巨大的挑战。 我们尚且如此, 何况两岸分居的夫妻, 他们每次见面都要有一个人至少隔离21天, 我们又有多少个21天可以荒废呢? 另一方面各有各的难处, 也不好说大S就应该跟汪小飞来北京, 或者汪小飞应该迁就女方去台湾。 在《幸福三重奏》里就能看出来, 汪小飞与大S都是故土情节很重并且固执的人, 两个人可以为怎么切西瓜吵架。 汪小飞说竖切就是顺着纹路, 切成大片, 好看, 爽利, 北京人的切法。 小S觉得, 那多难啃呢, 要先从中间横切一刀, 然后切成小片。 后来汪小飞迁就大S, 不仅给切成了小片, 还去了皮, 切块放进碗里。 两个人还为粽子是咸还是甜炒过家。 北方人长期吃的都是清水白糖粽, 蜜枣粽, 认为粽子是甜的。 南方人吃咸肉粽, 觉得粽子是咸的。 现在南北饮食混合, 大家才觉得粽子可甜可咸。 以前汪小飞两头跑虽然累, 但能解决问题。 大家各自守着故乡、 朋友、热爱, 只需要偶尔融合到对方那边。 如今一个单边隔离就是21天, 任何一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 都可能产生猜忌与争执。 你希望我留在你家, 我希望你去我家。 对于强势了半生, 又是家中顶梁柱, 从小像男孩一样扛事的大S来说, 跟汪小飞回北京, 一方面他舍不得家人, 另一方面可能也放不下面子。 而且孩子们都在台湾长大, 要连根拔起, 对于母亲来说决心难下。 大S与伊能静不同, 伊能静在与秦浩的婚姻里 把自己放得很低, 恋爱的时候天天给秦浩做饭。 大S是谁啊? 公主啊! 加上王思聪当年盖章汪小飞 是一个伪富豪, 都里没几个刚辈。 大S的心态应该就是 自己作为大明星嫁了个素人。 汪小飞这边的男, 则是从去年开始, 他在内地的事业有了一个新版图, 创立的新餐饮品牌 马六计和悦尔棠 在北京全面开花, 立志辐射全国。 这种情况, 也不允许汪小飞长期待在台湾 享清福。 对于还想做点事业的人来说, 现在谁会舍得离开内地这个聚宝盆呢? 今年六一, 汪小飞发了一条微博, 北京的晚霞, 生我养我的地方, 而大S呢, 从春节至今都没有更新过微博了。 原本只是辛苦一点, 还算平衡的联姻, 被疫情改变, 陷入了左右为难。 有人会一直纠结下去, 有人想要一个结果, 不管结果好还是坏, 有结果总比没结果强。 显然前者比较汪小飞, 后者特别大S。 爱情简单而甜蜜, 婚姻走着走着, 却变得复杂而苦涩。 明星离婚的理由千万条, 最常见的是因为工作忙碌, 聚少离多, 感情转淡, 素人又何尝不是呢? 一大S一贯的强势硬挺爱面子。 如今舆论发酵, 汪小飞能不能挽回, 确实让人捏把汗。 希望能吧, 愿我们对生活多一点坚持与耐心, 善于改变的是战事, 有能力坚持不变的, 才是勇士。 感谢收听, 明天见。